哈喽大家好我是包哥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江苏省 今天包哥来到这里 爱售市场看一下 以前的一两个老牙车 大家也知道 比较破旧 还是2008年的 有15年左右了 开了也很长 包哥在这个爱售市场 看了一下这个车 这个车是大通的 还有一辆这个车 还是比较摄影包哥 做床车用 这一辆 这辆也是大通的 然后找他们看一下 这个车子 这辆车它是短车的 这辆好像里面 物价是5座 还比较7座的 这里也是的 看一下它是5座的 在这里 哎呦 这个做一个床车还可以 应该是5座的 它这里 哎呀 它这个是手动荡的 包个手动荡 看着还开不来 最好弄一个自动荡的 这辆车 这辆车 它这一辆呢也是大通短车 这辆也是大通短车 哦 这辆也是的 哦 这辆它也关在这里 哎呦 也是5座的嘛 也是5座的 哎呦 还有一个床 哦也是手动荡的 包括好长时间没开车 手动荡的都开不来 这辆 哎呀 在这辆也是一位客 再看一下它是 哎呦 它也是什么荡呢 也是手动荡 现在好像都是手动荡 这个也是5座的 这个车一位客好像大一点 嗯 包括手动荡就不考虑了 还有这辆货车 给货车的话 它也没有自动荡的 也没有自动荡 都是手动的 给货车 哦 层股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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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刚刚在这里市场逛了一下 没有看到包哥声音我自驾游 做床车的一种旅行 它还是有事有事无作的 价格也不贵 有的在几千块钱 有的是一万多 这些车都是手动荡 但是包哥学学的是手动荡 因为很长时间不开手动荡 我想做自驾游 经常跑长途 如果到西藏也好 到新疆也好 一个手动荡的话 天天拉拉的 还是不方便 居然没有找到合设的车 包哥还是没放弃 棉后天再去网上搜一下 搜一个更大的爱手搜市场 可以适应包哥做床租用的 包哥以前的大家 我家老鸭车也知道太小 也是刚刚改了一个床位座位 现在想换一辆 买新的也太贵 因为包哥也经常到国外去 你买新的车子不开 停在这里也是找坏 还不如买个爱手的 开了坏了心里也不放心 新车的话 到国外要停坏掉 你经常不开 停在这里也要坏 想想还是去找一个自动荡的 去看一下 现在的车价格跟的不贵 这个伊威科直接上汽大通 买新车的话 价税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旧车也不要税 多少钱就多少钱 实际就可以结束了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 这期视频就录都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 与后爱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